三位候选人好 我是近电视廖芳杰 三位候选人近期都在房产或地产上面有一些议题引发讨论 虽然你们都做了部分的处理 但是不可会言的争议还是有在延烧 请问你们如何回应外界的质疑 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具体的处置 那当然这个议题会引发这么高度的关注 反映的是台湾人民渴望居住正义 那这个部分刚刚三位候选人都有提到 但背后更深刻映照的是台湾的贫富分配不均 那很多人其实并没有享受到发展高科技产业 所带来的经济成长的成果 请问三位候选人如果当选要如何扭转这个现况 那么当然要扭转这个现况很需要国会的合作 可是目前预估各党国会席次可能不会过半 那很多人都记得朝小野大意识空转的结果 那么三位候选人如果当选的话 要怎么样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获得稳定执政 请柯文哲先回答时间两分钟请回答 好首先回应刚才台湾总统的问题 他又在示范什么叫做抹黑 我什么时候说过接受九二共识 你在哪里看到的 再来就好像清末 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 人家日本是明治维新 要么孙中山搞革命 没有叫你去搞义和团 中国的确是台湾目前的威胁 可是你民进党是在搞义和团 把国家带上更危险的地方 然后刚才这位女士在问说 记者在问 贫富 我跟你讲 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 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 她说用钱赚钱比用劳力赚钱快 所以一定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厉害 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 所得税要穷人克得多 第二 社会福利要偏向弱势 就这么简单 今天不是理论的问题 今天是执行的问题 这个国家最欠缺的是执行力 要讲大家都会讲 她又讲到三党不够半 我当台北市长第一任 议会63期我是零席 第二任63期我是一席 请问台北市政有遭到什么困难吗 很少 为什么 如果你做的是大家都相信 是对民生有益 大家也不好意思当 所以就是为什么国民两党 会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每天都在做没有用的东西 搞到整个国家烂掉 我当台北市长 我议会没有 才一席 我推转市政有遇到什么困难 所以刚才在说那个 土地的事情 我也愿意说明 很多这种某黑啊什么 我跟你讲 2008年 我爸爸用我的名字买了那一块地 那这15年来 也没有交易 也没有土地变更 地幕变更 哪来的草地 这15年来 我都诚实申报 也没有引力 该缴的税 我都缴的 至于说三年前 有地主去把它租给那个 那个游染色公司 该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该缴的钱 我都缴了 就这样 请赖清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是 谢谢廖女士的指教 我是三组候选人里面 唯一没有草地 也没有草亡的候选人 对于年轻人居住的问题 我非常关注 所以我已经发表 我的居住三大政策 第一个 就是同房税2.0 全国总归户 就是要遏止 恶意的嘲讽 让房价能够趋于正常 这一部分 立法院法律也已经删除通过 第二个 我会推动 清安优惠贷款 本来额度是800万 我提高到1000万 本来利息补贴是0.125 我再增加一码 到0.375 第三个是我会推动 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的话 蔡总统在8年内 包括新建 包括包租贷款 20万户没有问题 客市长可以看看数据 明年520之前 新建完成跟完成发包了 总共会有12万多户 包租贷款会有8万多户 加起来20万户 不会跳票 我会以8年为期 规划30万户 也就是新建的部分 我会用13万户 包租贷款17万户 加起来是30万户 我要解决年轻人 面临的居住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 我要特别 跟这个请教 这个 侯市长跟柯主席 你们在台湾社会 常常扬言 你们可以跟中国 进行各项的交流 合作 谈判 甚至于还可以签订 RSAVE 你跟人家讲 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要不要 让渡主权 我们要不要接受 习近平所定义的 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 未来走向 一国两制 这个才是根本所在 你今天如果不让渡主权 不照中国的要求来做 你们跟台湾社会 所讲的这些事情 哪一样做得通 你说说看 请洪友宜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刚刚 赖清德先生 说一句话 风险最低 你们主政 都没问题 请问 你走向路线 怕现在 感觉已经回应了 变成大家 紧张买市 来心惊喜 惊喜 你去问人 大家也说 要两发的相待 其实你内心 还是主张台独 你不敢说出来 要告诉选举 他叫东扯西扯 扯到最后 到底你的中心思想 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我是一个 政治 台独的政治工作者 不管在哪一个职位 永不会改变 这是你说的 你现在是不是这样 说清楚 国人要问 今天你在说 这个基础正业的事情 其实 我就刚刚 听到你的 清清安贷款 我今天 扯免投期款 让年轻人 这个投期款的压力 不要一下子 经过了五年十年 等他要买的时候 投期款又付不出来 政府来给你担保 1500万 是1500万以下 你多少都可以用 这个方式来做 你清清安贷款 还有限年龄 还有限所过 还有排富 又没有转错的限制 这种的行为通 我才用这个来保护不足 所以说我的房产的问题 其实我都说得很清楚 我会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所有的 从凯贤院 到现状 新庄这个案子 我不是草地皮 我也不是草房 我很清楚 我合法建筑 合法纳税 更重要 我都有财产申报 今天 要跟我插行政的事情 真正我说实在有的 这些都是一个老旧房子 占到林地 要好好去替人家解决问题 我怎么会安心老家 会消费到最后一刻 有信心吗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